少雨薇法醫演到不敢吃肉 莊凱勳沒自信被大叔救贖 今天上午在河濱公園 發現一具無頭女師 死者出國龍兄手術 精型的填充物上面都有編號 應該可以查到 是在哪間診所做的手術 莊凱勳少雨薇主演的驚悚片 《氣魔》即將上映 他兩分別飾演刑警和女法醫 事前還會角色研究解剖演示影片 應該就是那段期間 就對肉會有一些反應感 那你有因此體重下降嗎 有啊 那段期間就是我 大家說我變很瘦的那段期間 把肉給就是基本上不吃了 常常做噩夢 因為 這個角色的準備工作 就是我剛剛說看的那個 方思琦的那個書嘛 所以 我是一個非常容易被 不管是電影或是書 影響生活的人 所以我不太看驚悚片 因為我可能就是當晚就會做噩夢 那看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呈現的狀態差不多就是這樣 而且 你的眼圈也非常重 爭取角色這一方面上 我跟凱津哥跟妳是蠻像的 當妳遇到妳自己喜歡的劇本 跟喜歡的角色的時候 我自己也非常明顯 我看到那個劇本 然後我在跟導演或製作人在聊的時候 我的眼神就會閃爍 做哪一個粉絲妳很想演的是後來沒選擇的 我這能講嗎 不要啦 不要講這個 等一下人家用那個 不要不要 不要啦 不要啦 手裡忌恨這樣 不是啊 就會講說原本是選他 原來是這樣 然後結果是他 然後就來做個比較 然後我自己準備的方式其實還好 主要是在職業上面這一次 因為刑警這個職業對我來說算是蠻熟悉的 就是已經不是第一次扮演這個行業的人 中間有一段時間 所有的人都會去要求你的外在的時候 你自己就會毛毛的 對啊是不是我應該要求一下我的外在 他也可以 然後再加上因為二十多歲的時候出來演戲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model 靠到戲劇嘛 model歸model 戲劇歸戲劇 所以那時候176是夠用的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有一天 突然過了30 33歲的時候 每一個女主角都 跟你同樣高度170 1米74 1米76 踩個15公分高溫寫1米9 人家重新淘汰都沒用 早些年有一段時間流行的男生的款式 就是稍微比較軟一點 比較柔一點 比較中性一點的嘛 啊我就不是那樣子的啊 我是派人臨啊 所以 他好像又紅迴大叔 對啊 真的 要紅迴 真的喔 真的喔